配音演员今天既然来了 在这儿我们也不能放弃学习的机会 你配阿宝 配师傅 你配师傅 你配阿宝 好的 剩下其他的都交给我 好吧 我一个人全搞定 咦哈 你们这不该是气阵山河之势吧 咱能不每次出场都摆个造型吗 各位 绝对不要低估了盛大出场的威力 听说某些大师出场的阵仗之大 光靠开门两下就能闪下对手 盛大出场 师傅 神龙大侠说的对 是吗 我只是想 对没错 我说的对 完美 来来来 看见了吗 太棒了 太棒 好伟均啊 最佩服的其实是 那有一个地方字幕上没有给 就是那个 就踢腿那个地方 对 就是字幕之外的声音和信息也完全在他的演绎之中 而且我刚才观察三星老师几乎没有怎么看屏幕 他完全一点我也不感到没有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我是这样 真的高手已经到了 你察觉不到他出招的那一瞬间 他有的时候是在看那个画面 我怎么看不见画面呢 这不行了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接下来 我们再来一段大家熟悉的经典 好不好 可能比对这个片段更熟悉 来看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花马我好惨啊 都是那个香妃娘娘害的我 他站在草地上把蝴蝶都给引来了 我也跟着学 一来的都是蜜蜂 勇气也害我 他跟我说什么 皮肤无罪 怎么 好啊 启禀皇上是这么回事 小燕子那天看到了香妃娘娘 可以把蝴蝶引来 羡慕的不得了 回到了书房斋 突发奇想要学一学 就叫明月采霞采了很多花瓣 泡了一夜的花瓣澡 希望能把蝴蝶引来 没想到蝴蝶没有来 倒引来了一大群蜜蜂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一个个都在笑 气死我了 哈哈哈 这么多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了 实验我才会这么惨的 蜜蜂也很奇怪 就只遮我一个人 也不遮你们 如果你们够朋友的话 明天早上去泡花瓣澡 然后再让蜜蜂给遮一下 这样才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花花瓣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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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是今 这是趁今年听到笑话里面最好笑的一个 哇 啊哎有! ei没有rän 才会吃个视频 哎呦! ardi那后成统